請問部長這個消息是不是正確 包括委員 我們其實最近陸陸續續在跟 我們基本工資委員在交換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的意見 大家大概對調漲是有共識 也有期待 基本工資調漲有望 勞動部長許明春也表示 對蔡政府在基本工資連六漲抱有信心 外界傳出這次調漲幅度上看 百分之六 也就是原本一百六十元的時薪 渴望達到每小時一百七十元 而基本月薪也有機會 從兩萬四千元漲到兩萬五千四百四十元 但各界對百分之六的漲幅之說 雨帶保守 因為有資方認為 疫情已衝擊產業 若調漲基本薪資 恐怕衝擊人力成本 有委員大家一起來討論 會中再來看這些相關數據以後 再來做決定 上班的情況都比較恢復正常的時候 那資方也可以來負荷 那我們再來做 再來執行這個調漲的部分 而在疫情人未完全穩定的狀況下 勞房對基本薪資調漲也各有看法 如果說基本薪資如果沒有加那些獎金的話 有調漲我覺得當然是好 然後疫情沒有影響 其實沒有影響 對 反而是那個領時薪的 我會去想說如果說我們現在調漲薪資之後 他們是自己會去調漲 股價的價格 我個人會希望是大概是每年 今年可能就安穩度過 現在基本薪資調漲仍未定案 但勞動部已先預告調漲有望 至於要調多少核實調 就判下週五基本工資審議會後給出答案 有些新聞阿斯伯羅論壤立法院採訪報導